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綠印草原上 可以看到華碩 大大Logo的旗幟 這是華碩在土耳其 發表手機的會場 布局土耳其的台場 還有科技大廠延華 近期受到土耳其 里拉暴跌的衝擊 讓外界關注起 深陷暴風圈的台場 這些大廠基本上 都只是先初步的去探看市場 並沒有說真正的去做 認真的經營 就目前看起來 就是跟當地的廠商 去做一些股權的交換 或者是說在當地的 這個銷售的營收比重 佔國內的整體營收 其實也沒有很大 以華碩來說 電腦產品 去年在土耳其市場中 奪得第三名 紅機的電腦產品 也邁進土耳其 延華則是在今年3月 宣布入股 土耳其通路商 取得25%的股權 至於聯牆 則是在2010年 投資第二大資訊通路商 跨足土耳其市場 但專家認為 科技大廠多以美人計價 影響有限 這一些大廠 大概就是會配合 當地政府的一些政策 那麼相關的去做一些 產品線的調整 或者是說 趁著這個 政府政策 有一些利多政策 出台的時候 去進行一些 這個基礎建設的部件 李拉重扁危機延燒全球 在亞洲經濟體中 對土耳其 暴險程度最高的是日本 規模約新台幣 3358.5億元 其次是南韓 規模約523.8億元 接著就是台灣 暴險總額約154.1億元 同步影響股市重挫 光是週一就蒸發8000億元 雖然14號台股回穩 里拉風暴 還是燒的投資人 膽戰心機 三地熊 武清局李萌生 台北也相當報導